大家好,我是坦皮树,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4月25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先看几个房企的消息 最近这万科的传言 是一波接一波 根本停不下来 根据中国房地产报道 市场目前传出消息 称万科拟通过资产交易 或股权交易等方式 转让其在深圳十项资产 涉及金额超过87亿元 资产类型包括酒店、商业、办公、公寓等 对此万科向记者表示 传闻信息不实 但万科方面同时强调 推进资产交易是万科一直以来 高度重视的精英工作之一 万科在意推进资产交易 包括传闻中提到的部分资产 其中进一步表示 事实上 此前万科已于年报业绩会上公开表示 今年将加大大宗交易和股权交易工作 回款达300亿元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 行业深度调整期交易 是房企积极自救的主要手段之一 伴随出售方增多 资产市场共大于求 万科提出了300亿 在业内时背剧挑战性的目标 体现了其稳定经营和化解债务的决心 说实话 这万科辟谣 我也不知道他辟了什么谣 他说这个传闻信息不实 后来自己又说 确实我是在卖东西 卖股权 卖资产 只不过卖的不是你们说的那些资产 卖的价格给你们传的也不一样 那你这个辟谣有什么意义呢 总之啊 大家都知道万科是在卖资产 想增加流动性啊 想回笼资金 降低负债 想自救 目前这个行情啊 这资产都在贬值 越卖越不值钱 而且还越难卖出去 卖不上好价钱的 一个企业啊 走上卖足产的这么一个路子 基本上也就是有今天没明天呢 秋后的蚂蚱 蹦到不了几天了 不卖 不卖 那资产发的事贬值 还缺钱金 所以说啊 非常难 不关是万科啊 最近万达的传言也很多 我看到啊 有很多媒体报道啊 说万达的王老板 已经失去了万达的控制权 就把万达的股份呢 都转让给了腾讯 还有什么如意等等啊 那个都是 没有搞清概念 王老板手下资产非常多 带万达的这种企业和主体也非常多 目前王老板转让给腾讯的 如意的那些 是万达电影院 万达院线 万达电影的股权 万达电影的股权 好像在什么北京万达投资下面 所以他资产板块非常多 并不代表王老板 就把所有的资产都没了 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同时也说明啊 这个老板也确实是在卖资产 用来自救啊 晚上还有好多自食而非的视频啊 王思忠下海的视频 当然都好不好都是假的 或者都是一些恶搞的啊 今天啊 广州的月秀地产发布公告啊 说总经理林峰辞任所有职务 4月25日 月秀地产发布公告称 因广州月秀集团内部工作变动 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总经理林峰已辞去月秀地产 及其子公司 月秀服务集团的所有职务 辞职自2024年4月24日起生效 这个月秀是国企啊 销贯保利一年才1.1万人 就是保利啊 它是央企 而且它是销贯 结果2023年啊 也裁掉1万1千人 就知道即便是央企 即便销售拍第一 它日子也不好过 地产行业下滑 房企降薪裁员 也有员工心灰意冷 主动提出辞职 新浪财经对93家A股和港股 上市房企进行了统计 其中近70家房企 2023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员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啊 2023年登上销贯宝座的保利发展 其员工数减少了1万1千人 在93家善市房企中排在首位 要知道2022年保利发展员工数 还增长了5406人 一增一降的背后 可见逆势下哪怕央企开发商 也在煎熬之中啊 从检员幅度来看 出现和带帽房企是重载区 因为连续三年亏损 曾经的千亿房企住 中南建设近日被戴SD帽 2023年其员工人寿 从2022年的1万7,327人 减少至9,448人 同比降幅达到45% 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房企员工被裁员 或主动离职后纷纷失业 并面临着工资未节清 或赔偿金融被拖欠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观点认为 2023年各大房企裁员 和降本增效手段更加激进 比如撤销城市公司 项目直接由区域操盘 2024年从三级管理 到两级管理的调整 趋势会延续 这万科啊 是不是一直在调整呢 说裁员后还被欠薪 40岁的宋辉 假定决心 告别地产行业 20年前 宋辉推开了房地产 营销的大门 因为赶上黄金时代 自己的职业生涯 也使上了快车道 而从某月系房企 营销总的位置上辞职的时候 他说自己性情爱恨交织 房地产给了我衣食无忧的饭碗 紧急的时候年薪过百万 但是现在整个行业一片衰落 销售业绩越焦灼 每天都是开不完的内部会和外部会 加班成为每天的日常 宋辉称 宋辉的下一站 选择了香港保险行业 去年末 宋辉通过香港高财计划的申请 他将卖保险视为一次人到中年的创业 一位猎头人士也坦言 确实有不少房企员工 转型到保险行业或者自己的创业做个体户 不过根据他的观察 地产行业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从大房企离职的员工 还可以看看本土房企 乘头公司的机会 但是由于近一两年市场环境影响 不少房企离职员工都很难再就业 除了失业找不到新的出路外 离职后被裁后 很多房企员工任面临工资未结清或配偿金 被拖欠的问题 一位头部月系房企员工称 这几年公司已经历几轮裁员 其所在部门目前已经裁了三成员工 今年三月他离职前 还有几万元工资任未结清 有同事为追逃工资申请仲裁 而在职同事也有被公司拖欠几个月的工资 地产行业裁员已经持续数年 每到年底房企内部都人心惶惶 2022年被视为地产行业减员的大年 不少房企缩边瘦身 而2023年房企减员的趋势任未停止 2023年末 93家A股和港股善市房企的员工总人数为 920296人 较2022年末减少40888人 可以对比的是 2022年末总人数为961184人 较2021年减少91558人 这93家善市房企啊 68家房企在2023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员情况 比例超过7成 其中啊 保利裁员是最多 在93家善市房企中排在首位 2022年凭借央企的资金优势 保利发展在历史中赤字 1613亿RD 当年也实现签约金额4573亿元 挺进行业三强 2023年保利发展登上销冠宝座 不过 签约金额进一步下滑至4222亿元 营收和净利润同比降幅均超过30% 今年一季度 保利发展签约金额降幅进一步扩大 同比减少45亿 45%至630亿元 宏观数据上看 房地产销售下行任务未见拐点 销售金额从18万亿降到10万亿 楼市新开工面积跳水 全国卖地收入也已经跌至最低点 项目区化不理想 投资节奏放缓 房企对投拓财务设计 乃至人力客服等岗位需求 急剧下降 另一方面 为金兵减政 结一缩时 不少房企都主动调整组织架构 通过区域收缩合并 控制成本 维持先进流 即便央国企 开发商也不例外 其中这个中国经贸 还有招商舍口 都将原来的大区进行缩减 这种架构上的合并调整 无疑带来了大规模的裁员和离职 有业内人士表示 2022年多数房企选择合并 城市和区域来降本增效 但是2023年各大房企 觉得手段更加激进 直接撤销城市公司 项目由区域公司操盘 从过去总部区域城市 三级管理 到总部城市两级管理 这种调整趋势 大概会延续到今年 总之房地产行业 就业形势是非常惨淡 这个岗位还在减少 连央企保利都扛不住了 都要裁员 大家就知道目前 房地产是什么一个现状 关键是这些人一旦被裁 大部分找不到工作 成为失业大军的一部分 但是 这个也有好消息 最近晚上在流传 三年前 警告恒大爆雷的分析师 这个人叫约翰拉姆 他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 将逐步复苏 约翰拉姆预计啊 中国国内住房需求和供应 将在明年某个时候 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 根据这个彭博社报导啊 他说 瑞银分析师 转而看好中国楼市 三年前 曾逆势下调 恒大评级 文章这么说的啊 他说 论及中国房地产市场时 约翰拉姆 诺如一匹孤狼 三年前 这位瑞银分析师 将中国恒大评级 罕见下调至卖出 一时间试探震惊 当时啊 还有19个分析师 或者叫19家机构啊 对恒大给出评级 只有瑞银的 这个叫约翰拉姆 他是唯一一个 把中国恒大下调至 卖出评级 结果啊 11个月后 恒大违约 能为楼市深度调整的典型 那就约翰拉姆 相当于是神预言呢 就是他 如今在大多数分析师 认为楼市尚未触敌 行业死气沉沉之时 拉姆再次逆向而行 预计房地产市场 将逐步输 他说啊 过去三年 我们持抗空态度 不过鉴于政府提振举措 我们对中国房地产行业 看法首次变得更加积极 这位瑞银的中国内地 和香港房地产研究主管 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表示啊 据拉姆预测 住房需求 供应将在明年某个时候 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 他上调了几家公司评级 包括一月份将龙湖集团 调整至买入 跟这个2020年 对恒大的做法一样 拉姆将深入挖掘的数据 结合自己的直觉 对中国房地产行业 做出不同寻常的判断 拉姆回想起 那份对恒大简短言报时 称啊那时候本能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 这份只有10行的报告 对后来发生的楼市风暴 发出了预警 与当年对恒大做出判断时相同 如今压住楼市复苏 也需要胆量 三月份中国住宅销售继续下滑 房价仍在下跌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降幅扩大 蓬勃经济研究预计 房地产行业到2026年占GDP 比重将从巅峰时24%降至16% 意味着将有500万个岗位 面临失业或收入减少 实际上这位瑞银的分析师 曾经在恒大爆雷前半年 成功地预言了恒大爆雷 那他现在呢 说明年啊 咱们的楼市就见底复苏 这个怎么说 这是一家之言 首先啊 你能判断一个企业爆雷 这个相对容易 就是一个企业爆雷啊 他只要有一个原因成立就行了 他的现金流就断了 银行抽贷 或者是整个房地产不景气等等啊 但是你要想让这个企业好 解决一个问题 他是好不了 就像股市 股市跌下来一个谣言 一个传言就够 但是股市涨起来走牛 它就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你预测的下跌 相对容易成功 你要预测的上涨 见底回升 这个相对要难 因为他想往好处发展 那不是做好某一方面就够的 这是第二个 你预测某个企业 说不定比较准 但是你预测一个行业 那难度又大得多 所以说啊 他虽然能够预测中 这恒大不行了 要爆雷 但是不代表 他每次预测都是准的 比如说他说明年 楼市见底 要回升 这个就未必准确 因为这是个悖论 如果你相信他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现在不买房 所有人都在等的时候 楼市他就不会见底 这个底是大家买出来的 不停的有人跳进去 填坑 不停的有人去买 最后形成个市场底 买的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相信他的话 他说明年12月份见底 那这很多人就不会买房 就在等 你越等他房价越下跌 楼市越低迷 楼市越低迷 房价越下跌 你越不敢买 越要等 所以啊 不要相信什么分析师的预测 没有什么用 高盛还是我们2027年见底 判断房价有没有见底 最好是关注一下自己 身边的人 关注一下大家的收入 有没有稳住 大家的收入稳住了 稳中有身 这个时候 恐怕就是房价 稳住的时候 最近这个香港的李超人呢 罕见发声 给这个投资者啊 泼了一盆凉水 他直言不讳的警告大家啊 现在千万别急着买内地的房产 因为市场正在处下跌趋势 而不仅如此啊 李超人还进一步指出 中国内地的经济形势目前并不乐观 李超人这个判断啊 给很多投资者翘响了警钟 像他们泼了一盆凉水 连李超人这样的商业大佬都持谨慎态度 那普通的投资者又怎么能轻易冒险呢 对吧 最近啊 李超人在香港的很多项目都纷纷降价出售 而且引发市民的抢购热潮 咱们地方政府啊 对救流楼市啊 那也是五花八门啊 各种政策都在出啊 根据诸葛数据研究中心数据 2024年以来 截至4月23号 各地优化楼市政策310次 覆盖城市约180个 从优化调整方式 涉及放公积金贷款政策 实行各方补贴 放松限购 推行以旧换新 阶段性取消手套三代利率下限等 多种举措 2024年前四个月啊 各地救楼市措施就300多个了 但是楼市依然啊 我行我素啊 看不到稳住的这种迹象 我们再看一条新闻 这是七炉晚报报道的啊 说卖买二手房当婚房 一年后才知道是凶宅 4月22号 据江苏新闻消息 成都向先生买了一处 二手房当婚房 一年后从保洁处得知 这套是凶宅 房屋内发生过高坠事件 就是有人从上面跳楼了 但合同却未写明 向先生起诉 要求对方赔偿两倍购房款 原房东辩称 未告知是因为伤心 且向先生未询问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没告诉他是因为太伤心了 完了你买房的时候你也没问 责任在你 但是受理的法院认为啊 卖家应如实告知 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 判决卖家赔偿违约金15万元 什么意思呢 人家买房的时候 你这房子发生了这种非正常死亡事件呢 一定要告知买家的 这卖家没有告知 所以卖家赔偿违约金15万 这个叫告知义务 实际上啊 赔15万都算是少的 应该是可以退房 最后啊 我们再看看经济学家 关于年轻人买房 有什么说法 这个根据中心经纬报道啊 说这个原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小蕾 近日表示啊 年轻人买房 不要总啃老 年轻人没能力 就老老实实租房 这个左小蕾说啊 在买房这个问题上 不要焦虑 年轻人要自食其力 也要量力而行 不要老是去啃老 不要老是抱着父母 在没有能力的时候 就老老实实租房 花更多的精力 去努力 去打拼自己的未来 这样更好一些 不希望看到年轻人 加重父母的负担 去谋取所谓的幸福生活 这样的年轻一代 没有太大的希望 这个是专家的意思啊 就是年轻人要自食其力 量力而行 不要去啃老 专家的观点啊 我认为要一分为二的看 就是说你有这个条件 你父母有钱 他愿意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父母没有这个条件 父母自己过得紧巴巴的 那确实也没有必要去啃老 让父母背上沉重的债务 去借钱 这个都是要因人而异 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买房持机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是刚需 不买房就不行 必须要买 对 那是另当别论 如果不是这种刚需 目前买不起 那还不是在等一等 租房啊 也不是什么坏的选择 现在这个楼是在下行 对吧 他下行到什么地步 下行到什么时候结束 谁都说不好 如果你勉勉强强的 借钱 付首付吧 买一套房 如果这个房价再下跌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你恐怕就爆雷了 所以说专家说的是 一分为二的 买房上面要量力二行 啃老这块呢 也是因人而异 首先 你这个老啊 他有没得让你啃的 如果这个老自己 都没得啃 你再去啃他 这个确实难为父母 所以说啊 该啃的时候 就要啃 有的啃就要啃 没的啃就不要啃 自己能努力解决 自己解决 但是在买房这个问题上面 要慎重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